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来自贵州 我遇到了一份来自故意的感情 可是现在却走到了进退两难的地步 我很痛苦 也很纠结矛盾 所以我报名参加了爱情保卫战 我现在收拾好东西准备出发去天津 我希望再令你能得到专家们的指导 看看我们这段感情是否还能继续走下去 这是一对都曾经有过情感经历的嘉宾朋友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他们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吕先生42岁来自四川市工厂的老板 女嘉宾石女是37岁来自贵州 是一名大学老师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手上还是提着那样一支密码 相藏着彼此不知道的秘密 你们愿意把这个秘密公开吗 我愿意 我也愿意 42 37都曾经有过一段婚史 对吧 是的 两位是在哪一年认识的 99年 我们当时是同事 那个时候你们是什么情感背景 当时我们都结婚了的 当时我们是一对很好 就是说我们就是说 这个同事相处得很融合 就是说很聊得来了一种 然后一直就是同事吗 过了一年吧 就不在一个公司做事了 因为以前我是老师 我玩下过广州两年 我停机留职 当时我们同一个公司 那就这样相识一下 然后彼此印象比较好 聊得来的朋友 然后我的时间到之后 我就回到了贵州 然后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到什么时候你们俩再见面了呢 2012年 这一下等于11年又重逢了 这11年期间没有联系吧 没有联系过 再见面的时候 您那会儿还有家庭吗 我当时是离异了的 我也离异了 等于各自又恢复了单身 那今天为什么来呢 因为相处了一年多 但是一年多的时间里 她跟她前妻还一直生活在一起 其中呢 我也曾经退出过几次 每一次我退出 她都要苦苦地要求我回来 一次一次她给我一个旅游 那我马上搞清楚 马上结束 跟她前妻分开 但每一次不同的旅游 最终都没有分开 现在还依然生活在一起 我已经是快40岁的人了 这种痛苦的生活 我不能再继续了 所以说我才来到这里 请教专家们的质点 和她的前妻纠缠不清 所以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今天向他们来请教 对吗 那您呢 您为什么呢 我是为了这一份感情 因为我对她是真心的 现在我诚心对你说声对不起 同时我也跟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你既然 你既然 既然你首先 你给我承诺 13年的春节 她回去 你们就分开了 那为什么13年的三月份 她为什么又来到你藏你 当时你是告诉我说 她是来拿衣服 几天就走 但是到你说的期限之后呢 她并没有离开 当时没跟你讲清楚 什么原因 因为这都为我们 你们俩先别说呢 因为你们俩这么一说 我们谁也听不明白 这个我来问你们来说 这样咱们能更清晰地 把这个事说清楚 您所指的这个不分开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叫不分开 因为她是在广州 自己开一个服装加工厂 她家前妻本来是在四川老家的 她前妻又来到她厂里 跟她一起住 一起生活 一起做事 就是等于离了婚 对 但是没离家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样 是在一起工作 还是在一起生活 在一起工作 当时我们是离 已经婚离掉了 就是说过来 在我这个工厂来拿她以前 放下的 留下的东西 带着走 但是过来一看到我的厂 有点不景气 心有一不忍 都留下来帮我做事吧 但对我的心情呢 好像抓到一根稻草 都想爬上去这种感觉 好了 有救命心来了 能帮我了 当时你是说 她是为了两个女儿 来帮你把厂做好 我也理解的 但是你跟我承诺说 做到七月份 做到七月份 你的厂子做顺了 你们就一切结束 但是到了七月份之后 为什么又一次再次食言呢 因为我们做服装 季节性是很宣明的 很明显的 它有个转折 如果在那个时候 我们跟客人的单 完成不了 压力会很大 我的前妻呢 从事服装二十多年了 资力很深 能帮我呢 就打听这方面呢 很慢点 问题是在于 你给我承诺说 七月份离开 没弄清楚 但对于我而言 你一次是没离开 我怎么可能相信你呢 那所以说那个时候 我就彻底对你失望 当时其实你离开 我心里也很痛苦 其实那个时候 我自己都在徘徊当中 究竟是要自己 最喜欢的女人 还是说失去这个视野 那个时候自己 真的好纠结 其实也是很痛苦的时候 先生你做这个场 你自己能做好吗 还是说 这个场你离不开 你前妻 这个场不是离不开前妻 刚开始 我自己过人 独立开场的时候 都没想过 要她过来帮我 接着我还想问你 您当时为什么 跟前妻离婚啊 既然是 那么好的事业拍档 离婚的理由是什么 其实在人生当中 很多时候说不出理由 为什么呢 说出理由 她只是一种厌世 只有自己心里才明白 好 相互之间 究竟就是说 生活在一起 是不是开心的 好 心理感受 说不清楚 那问一个事实 离完婚之后 你对你前妻 还有感情吗 没有的 她对你 还有男女之情吗 有 所以这就是恰恰 你在最困难的时候 她愿意来帮你 对不对 这一帮 就帮了大半年 所以你就 愤儿走了 对吧 是这样 走了之后呢 怎么今天 又站在这 走了之后呢 她就打电话给我 打了一个星期好久 我当她的电话 她又给我三 而且呢 她当着我的面 她也在给她前妻 给他们打电话 她背着我呢 有时候打得多 我就觉得你根本就是 跟我在一起 有点想她 那我就觉得 真的很不可理喻 后来我就 一人的选择了离开 我离开了之后呢 她天天给我发短信 她说老婆 我的一切手续 这上次也舍不得 真的是 人呢 现在人还在厂里吗 还在厂里 哥们你到底离得开 你前妻离不开啊 那是肯定离得开的 离得开 你那工厂离得开她吗 工厂也离得开 离得开为什么没离开呀 因为当时我离婚的时候 离了婚 写一纱已经写给她 那家里的房产归了她 我是尽身处妇的 她待在这里是 等我一起回家 过房产 她怕她先回家了 我不回去 而且她在这里 连我打电话都不能打 那我是什么呢 就是打她是不会接的 这是性格的问题 我前妻她说了这么句话 你要想跟谁打电话 可以 别当着她打 到一边打都可以了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你们四川女人好厉害啊 我们必须得跟她死磕到底 因为我在想 我为什么要跟她死磕 她肯定骗了我 如果她不骗我的话 她肯定是因为她 才跟我离得婚 所以我在想 你的前妻肯定会这么认为 不然的话 她不会死死的 就拽着你不放 而且她完全来是看着你 以防你跟这个 她认为的第三者 两个人真的在一起 但是姑娘你图啥呀 其实我跟她 就是感觉 就是跟一个人的默契吧 但是默契不能带来 婚姻的幸福 如果她真的为你好的话 第一个前妻的事 肯定能够断得干干净净 第二个 她得考虑 我们俩未来的幸福了 因为我俩不是 二十岁的年轻人 咱俩二十岁 咱俩还可以再谈个四五年 咱都四十岁了 我们得考虑 未来的生活了 到底比如说 我们俩结婚过后 在哪个地方生活 我们俩个未来的工作怎么样 你们通通都没有考虑 这哪是谈恋爱啊 我要选这个男人 真的是为我的感情负责 为我的家庭负责 如果他既不为我的感情负责 也不为我的家庭负责的话 这样的男人太不可取了 这样的故事发生了 你居然还在他身边 你太没有原则 爱情当中的感情 一定是相互的 我承认你对他有感情 而且你又没有原则 所以你一次又一次的退让 现在其实已经退无可退了 其实我觉得 不是你前妻纠缠 而是你太贪婪 你利用你前妻 在事业上对你的帮助 又觉得感觉啊 跟他有 所以你在享用 他对你那份感情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的前妻 在他心目当中 他是始终是想跟我赴婚 但我从来没有 这种想法再赴婚 离了婚过后 就说他还要跟我住在场地 那个时候我都很气 就回答我问题 为什么跟他住在一起 他主要是说 那场是他的 那个场子所有人是他 不是所有人是他 因为当时我们离婚的时候 就说离了婚 倒回场的时候 你想离开他吗 想 那个场子可以放弃吗 为了你新的爱情 这就是我自己最纠结的一点 离开场子 跟他在一起 做得到吗 嗯 做得到 我不相信 因为他每一次讲 都有个新的理由 让我的心情是 一次高 又咚 掉下来 然后下一次又到这里 又咚 又掉下来 现在是到这里了 我也不知道 怎么能说服我自己了 从现在这场景来看 我不是要得罪你啊 我觉得你对爱情的解释呢 有点病态 你回家挺冷静 等他一说什么了 一追到你的家里头去 你又病了 所以你这个爱情 我就个人觉得 就挺不可取的 如果我要是做你大姐的话 我就告诉你给我回家 他什么时候弄清楚了 你什么时候再跟他好 而且女人耽误不起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不如把你的精力 放在你的孩子上 因为你尽管离婚了 你对你孩子也有 你是母亲 我也爱他的 你光是嘴上说不行 儿子都爱你 永远不见他 这是没用的 要花时间跟他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不如把你的精力 稍微转移一点 等他搞清楚了 你们再好 觉得老师 你说的我非常认同的 但是爱情的东西 真的好奇怪 因为真的是喜欢他 他说什么 就会一次次解释 真的会就像 因为我跟他之间 除开他前妻之间 是我们其他谈任何问题 还真的是聊得来的 我就说 你哪怕一无所有 那么你走到我那个地方 我们简单的上一个班 也没问题 平平平平平平的生活 但是他说男人追求 是我也理解 因为他确实 他的思义心很强 那我也理解的 我觉得没有问题 人生是苦短的 你想要什么 还是希望要一份 能够心里比较默契的爱情 把其他东西是次要的 自以为是真的害死人 都在以为 女方一次又一次地以为 她是爱我的 她是有能力 把以前的事情算清楚的 能够跟我重新开始的 但是你万万没有想到 她真的没有能力 摆脱以前的家庭 和自己的前行 她以为我有勇气 能够抛离以前的生活 向新的爱情招手 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但没有想到 没有获取自由 她以为 回了广州之后 我可以重新开始 我有能力 是块金子 是哪都会能发光 她没想到 招工招不着 还得紧前妻回来 又被前妻给控制 所以你们俩都在 你以为你以为的是 你以为的 都在互相以为 其实就是一个 没用的男人 又想寻找自己的真爱 又没有办法 撇清过去的旧爱 甚至没有能力 来承担自己 应该承担的责任 才落得个 这一步田地 但最可恶的是 这一切 不是他来承担 而是他来承担 就是傻的 还有更傻的 反正再怎么样 傻的还有傻的 给揭了 他是个心里 没有主的男人 所以我劝你 还是放弃 他没有能力 来主宰 或者说 有这样的担当 来保护好 你们之间的情感 即便是 他现在跟你结了婚 还会有 无穷无尽地 跟前一个家庭的 千丝万语的关系 他没有办法 正确 妥当地去处理 而这种烦恼 最后 还是要转嫁到 你的身上 你还是离开党 其实我一直都是 非常认同 涂老师的一句话 要爱 请深爱 放弃请彻底 那我们的这段感情 两个状态都不是 所以说我今天来 就是想听听这里 老师们给我的指定 我觉得这事特别简单 小鹏老师有一句话 提醒你们注意 或许是他的前妻 以为 在他们的婚姻 存续期间 你就出现了 一旦有了这个以为 那这就是一场家庭大战 他前期可能 就是一种以为吧 所以呢 我就说 人别贪婪 到了这个时候 追求的单纯一点 要什么 要他是吧 对 厂子别要了 你就一门心思跟他过 你就幸福了 什么都想要 又想扮演好父亲 又不是 又想扮演好厂长 又没这个能力 又想扮演那个好老公 前妻又搞不定 那你弄什么弄啊 还有你 如果你觉得 为爱飞蛾扑火值 请你飞蛾扑火 如果你觉得不值 回到自己生活的原坐标 该干嘛 干嘛 爱过一场了吧 就得了 但是你们要真想要一个结果的话 那就再勇敢一点往前走 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今天来听老师这么多 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 心里面什么样的感受 但是我想 不管以前发生了什么 我的心中对你还是 很好的 如果从此以后 你能一心一意 不管未来的来 日子贫穷也富贵 生老病逝 只要你一心一意 我必生死相依 只要这次你能够 原谅我 接受我 我爱你爱的 无缘无悔 我是看行动 不是只是看嘴巴 因为以前你做过的事 都是嘴巴讲到 后面有千万个理由 没做到 过去的事情 我们都从现在开始 不要再提以前的事 好吧 来 时间到 两位请交换你们的箱子 请回请回 请关门 看好他们吧 这还是蛮有悬念的 看好请选择赞成 不看好请选择反对 来 请选择 21.05%的现场观众 是看好的 还有78.95%的现场观众 其实是不看好的 我们来问问大家的意见吧 不看好 理由 因为我觉得那男太优柔寡断了 如果说我的话 我就不会像这女的一样 三番四四的原谅 我也觉得不看好 因为我觉得男嘉宾 他对前面的感情 一直都是剪不断 理还乱 我相信如果他们俩 要是再继续 透在一块的话 他们俩之间的生活 还是有很多 不断的麻烦在 往后走 我是比较赞成他们的 因为他们有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这两个都没有主见 要我说呢 我看那个女方 比那个男方呢 更有潜力 所以我给她的建议就是什么呢 给男方一年的时间 如果可以了 再一起领证 如果不可以 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 谢谢啊 这个结局真是有点难以预料 看他们自己吧 来 五四三二一 请开门 我看他那个秘密 其实没什么秘密 就是还在那磨叽呗 是吧 一是怀旧 就是多么的爱 第二就是 你如果不给明确的答复 他就不来了 有答复吗 还挺人吧 你还是 给我一个时间 让我去帮 我前面那些事情处理好吧 我会给一个原本的交代给你 你还有啥事没出面 前期的事情 什么事 主要是家的那个房产过付的问题 还是一个问题 其实 行吧 请回吧 这个结局就是对 很多所谓中年爱情的这个 最好的一个描述和注解 就结局其实已经摆在这了 你离婚了 因为那么多年下来 很多情感是割舍不掉的 你不可能完全获得身心的自由 所以我想女嘉宾的走 倒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一切尘埃落定 我们祝他们幸福 我们来看下一对嘉宾朋友 他们的爱情故事 来 请看 我们这期一年多了 刚开始的时候 他对我特别好 特别关心 对我百意百顺 让我觉得非常的幸福 再后来我们就订婚了 订婚之后呢 他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对我处处管呢 也不让这个不让那个 后来我们也是想吵架 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 他会变成这样 在之后 这样我很苦恼 为什么他会这样呢 现在我也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恋爱中的人经常问 这大概是恋爱的 有一个阶段 男生和女生都 你怎么变得 我都不认识你 原来不是这样啊 他们这个背后的个性特征在哪呢 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小姚28岁来自山东销售主管 女主人公小孙33岁 同样来自山东 是一名造型师 来有请 有请两位 还是那样一口藏着秘密的箱子 箱子里的秘密 他们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吗 愿意 考虑考虑吧 考虑考虑 对 订婚多久了 三四个月了吧 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在一次工作中认识的 我是做新娘的造型师 我是那个亲郎的朋友 女生还比男生大啊 对 认识的时候知道吗 认识的时候 看不大出来吧 没太在意这个 简单聊聊 留了个电话和微信 在订婚之后 他怎么就变了呢 你说说吧 订婚之前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一块 他也对我挺好的 因为本身年龄 可能比我大几岁嘛 挺照顾我的 包括我以前爱好了 或者和朋友一块玩了 他还挺支持的 没有说 会去可以的管我 什么的那些 但订完婚以后 突然觉得事实比较多了 可能会就是 去管自己管那个 问这位那个 就在前段时间吧 我们同时一块加班 加到十点多 在一块吃饭 就回家可能晚点 这回来后 这就开始了 最关键的是 他回家以后 就因为喝酒了嘛 没有一次吧 不喝多 一喝多回来 那么男生就坐在一块 那么不就是喝个酒聊个天 咱俩现在是订婚了 你也为你自己的身体着想 也不能因为订婚 一下吧 我的生活就是一下改变了 每个人就是 有很多的朋友 包括就是有很多爱好 那我们在一块也是 我与我的爱好 我与我自己的朋友圈了嘛 这两年 人是一些客户啊 他们就是玩一些 人玩的东西 我也会陪着一块 有时候 玩这个以后就是 可能花费比较大一些 我也会买了 他哪是花费特别大 这个东西你知道吗 他东西建的东西 就两三千 收藏点什么呀 河套啦 水翠的 白叶啦 水翠两三千怎么买呀 不是那个钱更贵 于一次 我陪我朋友去看这个东西吧 因为价格比较高 就是可能他钱带的不太够 那天就给我开口了 我也不好意思 不见人呀 就帮他垫了一些 垫了一下以后 我把那个东西放家里 他说过两天 回来取 把钱给我 我没带回事 因为在家里 可是那东西也放了个不紧 我觉得放了个小处理 什么也无所谓 他这看了以后 跟我开始记忆 开始说东西 为什么放东西 他买这个东西 最后 因为我们俩超了 可能比较厉害吧 把这个人摔了 你现在跟我说 这是你给你朋友买 你之前根本就没说过 因为就一两天时间 我觉得没有必要 他买这个贵的东西 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月的 一个月的翡翠的摆件 而且他放在家里 大约在三万左右 你就摔呀 不是我摔 他根本就没告诉我 他是给他朋友买的 我们就问你一句话 那么贵重的一个东西 拿到家里 需不需要跟太太说一声 我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我之前也不会是这样 知道了 OK明白了 还有什么是他变的 定分之前在一块吧 都是挺自由的相对 因为我自己自由惯了 那么后来慢慢的 我给朋友是打个电话 发微信 他就会看一眼 如果是男的 可能就倒下无草味 尤其是女的 他就会比较敏感 不问你干什么 或者是说有什么事 有一次我朋友也是晚上 在外面喝酒喝多了 跟人闹去打仗 可能是 打电话给我 让我去医院 给他送钱 这东西我不能说不忙 晚上两三点了 给你打电话 叫你去送钱 还是个女的 你知道现在在场的 这些女嘉宾 谁愿意 你现在你出差吗 做销售的 就能出差 出差他会查你的岗吗 我也觉得挺烦的 我说现在 因为出差以后 不管是去哪个地方 一落地 平时先让我发照片 到了病馆酒店 还有同事一块 在照照片 我同事跟我说 你怎么经常这样 什么意思 我说没事 我去上岗上看一眼 我也想知道 你安全到了没有 跟谁在一块 那我说明我很在乎你 那么那个还要发为什么 因为我为什么 为什么你也要 我就是想问问你在哪 那么到底是不是 在这个地方 你这个不等于 天然看着 我有什么区别 好 这下我也明白了 还有吗 说订婚结婚的事吗 我们家现在 有套房子 怎么应该要拆迁 之前做一块 是我跟我父母说 你们家说了 算你看 你看弄吧 你觉得什么合适 我都行 还没什么意见 又变了 非要今年结 我今天没法结 你今天结的话 你这个房子 他没拆迁 也不可能给你一些补偿款 把我给你分的新房子 我们现在有一个旧的 那种套一的房子 你还不愿意去做 因为这个事 我们现在闹得挺僵然的 当然父母在场 你让我怎么去回绝这个话 对吧 我没法去跟他父母 去争吵这个事 所以我觉得那天 就算是答应了 但是那天 我们俩在商量的时候 我说我想今年结婚 那么我们是想把这个 套一的这个老房子卖了 先付个首付 他非要等着那个拆迁的房子 再结婚 就是我 之前你不是说挺好的吗 你当然挺好的 最关键是 我比你大几岁 你也知道 对吧 我现在去参加我朋友 同学的聚会什么的 人家现在讨论的都是 哎呦 我孩子怎么样 我孩子上幼儿园没有 人家都有个依靠 我现在连个依靠都没有 连个家都没有 你还差这一年半载了吗 我说了明年 但是当时咱俩讨论房子的时候 你也跟我说了 说今年可以结 好 这个事也听明白了 今天你来的目的是 我就想 想知道为什么 他订婚前提婚后 被这么大的改变 知道之后要干嘛 我在想这个婚 要不要继续下去 或者是他能不能有所改变 那你来的目的呢 说一说 我所有这些事 都是说明我很在乎他 我也很爱他 我觉得就是 我也想好好的 这是我觉得这是 一般 谁都想好好的 不光你好好的 都想好好的 这是一个正常 女人正常的反应 听起来其实 大事没有 相处之道缺一些 老师们是如何看待 又会怎么帮你们呢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四川有一句老话 叫女人家女人家 有了女人才有家 女人对家的概念 肯定要比男人 对家的概念更浓一点 一个女人 一旦想要成家的时候 她就会想 我们家未来的经济开销 有哪些 我们要住什么地方 未来孩子的教育 然后我怎么去维护 我的家庭关系 就女人想的东西 特别对于家庭的问题来讲 想的要比男人复杂了很多 所以她可能还要有一个 关于你刚说喝酒的事 她可能还会想 生孩子之前 至少得戒酒半年吧 戒烟半年吧 身体得做习规律吧 想了很多 但是有时候 女人可能表达不出来 她只能会通过一些 严方厮守的方式 要求你做到 她不希望你违规的地方 所以很多男人就会讲说 哎呀 女人一旦想要结婚 女人就变了 真不是女人变了 是真的女人考虑太多 但是同样我觉得 回到你身上来也一样的 她本身比你小 你们婚是定了 但她的心并没有定 所以就是因为她年龄比我小 所以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她的心还没有定 而你又用这种 非常强硬的方式 去拽她回来 要求她符合你所有的条件 太难太难了 所以真的我觉得 对你们来讲 问题真的很严重 严重在于 你们从来不去沟通 不沟通具体的 未来生活的做法 不沟通未来生活的 蓝图的一个规划 而问题也很简单 简单在于 你们各自需要 去跟对方讲明 并且各自需要让一步 特别是你 好贵啊 三万块钱 挣得多不容易啊 这个东西 因为你就是在生气的时候 你的脑子是空白的 你越是在生气的时候 你表现得越得体 才会让她觉得 这个家是安全的 这个家是幸福的 你越让她感觉家不幸福 她越不想跟你成家 对老师说得很好 如果越这样生活的话 可能我越想挣扎 越想逃离这样的地方 因为鬼梁在一块吧 别得了便宜又卖乖了 我这句话有前提的 别得了便宜又卖乖了 我这句话前提是 你至少得知道 你的家你要怎么做 我知道 你心里要有一个家 你知道你就不会跟我这么吵啊 不是我们俩 坐一块聊的时候 其实也不是没聊过 聊着聊着就开始 指着鼻子了 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那样的 就聊不下去了 你们相差五岁 对 我问男孩 在你们开始这段恋情的时候 你有意识到 姐弟恋面临的压力吗 其实我觉得 我想找个年龄比我大 因为我觉得比我成熟 说没了吗 可能我也有点小自私吧 可能会 他可能会多包容我一些 多照顾我一些 有个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你在一开始 这段恋情的时候啊 没有考虑得很透彻 我们做个一个调研 是针对姐弟恋压力的 一个分析 6%的压力来自于 因为年龄差呢 有一些经济方面的压力 9%呢 来自于 就是传统思维的 男的应该大一点 女的应该小一点 23%左右呢 来自于亲朋好友的压力 但60%多 来自于当时 并没有充分理解 姐弟恋之间会出现什么问题 觉得不在意年龄 而之后再几 尤其是谈婚论嫁的时候 就发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 比如说 关于结婚的黄金时间的矛盾 比如说 及时行乐和谋划长远的矛盾 在你们身上都发生了 也说你在开始这个 难度系数很高的练习的时候 你没有充分意识到 我可能会面临着这些问题 今年要结婚 因为的确 对于33岁的女孩来说 她周固边的压力很大 她希望要有一个安定的家 这个压力在于 28岁的你可能还意识不到 你觉得晚两年结婚没有问题啊 比如说我们等那个房子 倒不是说我不爱你 而是说你觉得你还有时间 所以这个矛盾点非常大 在这个矛盾点之下 才能让那些问题 可能不会成为阻碍你们结婚的那些问题点 我就想问这个男孩子 刚才所有的那几件事情 反过来她去做 你什么感受 比如说她仍然保持她的朋友圈 她仍然像以前一样的 拍起屁股就走 哪个女朋友一叫 走 玩去 然后半夜喝了个烂醉 你怎么感受 所有这些事情 你都反过来想一想 她如果这样做 你会怎么想 还有一个 其实你挺运气的 找一个大的女孩 其实是福分 她会很多地方 都会替你去想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想跟这姑娘说 沙滩上的沙子 你怎么把它拿起 怎么能把它留住呢 你转得越紧 它留得越快 很多人说 婚后 女人容易变的是脸 男人容易变的是心 那到底是女人先变的脸 还是男人先变的心 女人会说 我为什么要变脸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 给我安全感 你还没有进入婚姻当中 丈夫的角色 我如果要是哪天 我不在乎你 我就不管你 你别看我生气 我生气是因为在乎 所以管你是因为爱你 而男人会反过来说 我早知道你今天会变脸 我当初就不跟你结婚 你为什么就不能 给我一点信任呢 而女人马上就接到 你这种行为 怎么让我给你信任呢 所以扯来扯去 到底是鲜有鸡 还是鲜有蛋 说不清楚 但其实真正归根到底 是两个人 没有水到渠成的 心甘情愿的 走到婚姻的档口 可是我已经准备好了 她没准备好啊 她是在门口徘徊 被你拽进去的 两个人不管是 年龄差距有多大 只要心理年龄 差不多 只要他们是心甘情愿的 愿意走入婚姻的殿堂 即便她不懂得 婚姻的语言和生活 她不了解啊 婚后原来要被老婆 这么管的啊 如果她是爱着你的 她会妥协 因为我爱你 我可以妥协 如果她压根就不太 想走进婚姻 她本来就是迟疑的 她就根本无法理解的 你的所谓管你 就是爱你这个事 因为老婆管是一种幸福 特别是这种管 让你不要出去应付 是为了你身体着想 管着你的钱 不是说她自己要买 什么高档的东西 是为了将来的家庭储备基金 这是非常合理的要求 这是一种幸福 可惜这种人感受不到 像我们那种老男人 我就能感受到 我们在她这个年龄 是感受不到的 谁不想出去玩啊 花钱我还要一天到晚 跟你申请 年轻的时候被老妈管 现在又被你管 那个时候真感受不到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有人喊你回家吃饭 好幸福 但是她感受不到 因为她没有心甘情愿地 跨入婚姻的生活 她是被逼进去 但女方有一些 求你们那么年轻 你们就有这种 但是有一点 我觉得是明确的 她说了 我当时就想找个年龄大的 这个人能包容我 你想想 她找你的初衷和目的在这儿 所以你要连包容 这点都做不到 就完了 别老那么强 男人也是一样 我倒觉得就是 对老婆好其实不丢人 怕老婆也不丢人 一堆男人里面 为什么挑你做老公啊 因为我好 对不对 就这意思啊 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 留给你们自己吧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说了这么多 我还是很希望能跟你好好的 我希望我们能来头到老 这都不是这么大事 都是寂寞范别的小事 可能每个人都会遇到 但是我觉得你 订问之前 订问之后有变化 我还是有点接受不了 我想再考虑一下 前亮灯吧 我记得他说那个秘密要考虑是吧 现在我同样问你 这个秘密愿意公开吗 不想公开 危机四伏 来交换箱子 两位请回吧 来请关门 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你们看好 这样一对吗 看好请安赞成 不看好请安反对 来请选择 现场81.25%的观众朋友是看好的 剩下的18.75%的观众朋友不太看好 有点一边倒的意思 问问大家为什么看好 我觉得我不看好 因为这个男的 我就感觉他就是 还想一直保持以前的状态 感觉他变不过来 你怎么看 我觉得我挺看好他 80%几里面的 首先我觉得他俩是相爱的 我觉得他们应该多想想初恋的美好 然后不要被这些琐事给打败了 好谢谢啊 有美好的愿望 我其实是有隐隐的担心的 就男生最后这个态度挺让我替女生揪着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5 4 3 2 1 请开门 考虑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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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可能以前一些自己做的欠土套的地方 那么已经订婚了嘛 我觉得应该做起一个丈夫 一个男人该做的事情 哥们你不是被这套茶具收买了吧 其实这个我真没想到这个东西我看了好长时间了 看以后我没想到他会去买这个东西 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这是你一直都没有舍得买的一套茶具 我对你的爱一直没有改变过 也许我对你的要求确实过分了一些 我就是想我们好好的 亲爱的希望你会喜欢我送你的这套茶具 哥们你的秘密是什么呀 我不想说 我也不想说 我想放在我心里 来有钱我们的小花童 有钱 戒指给叔叔 感谢杰里亚为本节目嘉宾 递婚提供的套装礼盒 我们希望男嘉宾把这个套装礼盒 送给女嘉宾的时候 心里想的是对女嘉宾说 爱要有你才完美 智生活 想人生 要感谢科沃斯电器提供的 地宝机器人680一台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时刻 我希望你能原谅我 之前对你做的一些 可能是很小孩的事情 我会好爱你的 礼物拿着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请回 向老师 谢谢 未来很长 希望他们开心快乐 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老师们 精彩的人生智慧 一起进入 杰里亚爱情保鲜期 好女人是从好学校 所以好女人需要做到 心宽体贱 嘴甜 面善 结婚后的不专 离婚后的不舍 都是对爱情的不忠 越想管 越不让管 越不管 越想被管 怎一个见次了得 而婚姻就是 渐渐的爱在一起 感谢杰里亚 对于本节目的 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海伦凯乐眼镜 对于本节目的 特别支持 最应该感谢的是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 观众朋友 谢谢你们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